老司机这个词自从被发明之后就和小哥费玉清分不开了 之前的小哥温文尔亚气质出众 如今我们要另眼相看了 但是62岁的小哥却一直很少有绯闻 单身至今截然一身 现在很多人称他为娱乐圈有名的乌段子王 他总是风趣幽默没有架子 经常跟年轻人打成一片 费玉清的演唱会永远都是一个人 一套西装一杯白开水唱足两个多小时 没有噱头但常常爆满 但他则非常谦虚 说话让别人非常舒服 旁在场的其他人 从不标榜自己的资历与实力 他唱的情歌动人且无与伦比 演唱时投入传神 在这个新人辈出的娱乐圈里 他毅然人气不渐当年 仍是人们心中的人气偶像 早年打拼事业错过了爱情 60多岁现在还单身 在台湾堪地位堪比国民老公王思松的 费玉清小哥为了再残酷的乐坛站稳脚跟 他每年安排40场演唱会不停歇 出数十张唱片 白昼不分的跑通稿 有了很多至今流传耳熟能详的情歌 一简眉三水一方 还有在年轻人中传唱度特别高的 千里之外 除了歌唱事业蒸蒸日上 小哥的主食也很有自己的一套风格 和哥哥张飞搭档的综艺节目中 费玉清总能下到好处 唯妙唯孝地加上几个黄段子 获得极高的收拾率 除了演艺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外 费玉清还是一位投资理财高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 他就开始投资房地产 而且专照黄金地段 目前他在台北最旺的敦华北路及长春路口 拥有200多瓶黄金店面 被誉为台湾娱乐圈的店面王 曾经有媒体采访他 为什么不早点结婚呢 他说不是随便牵手就能点人一场爱情 不是随便一个女子便能将就半生的 恩爱成欢 我只是一个唱歌的 没什么需要找做的地方 我的个性不符合演艺圈的生存法则 但老天很眷顾我 让我一直唱歌 我现在没有任何所求 只想让好的歌曲传承下去 虽然费玉清在台上风光无限 但是私底下的生活却清淡 比普通人还要普通呢 据说他不抽烟不喝酒 一根皮带也要系个十几年 没有工作的时候呢 他每天早睡早起 保持八小时的睡眠 除此之外 他喜欢养宠物 他说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 感觉挺好的 如果突然两个人一起生活 他会不自在 不习惯 再来一步 我们在这里 又在这里 再来一步 我们下注 また会